朝鮮對於中共來講是一塊肌肋 就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 現在習近平對朝鮮也會把它視為一個累贅 中共是非常難以與朝鮮相處的 一旦失去 中共就在面子 或一些歷史的問題都會被曝光 無法承受 現在這個時間點 習近平也是非常艱難的時刻 朝鮮是在給中共帶來麻煩 這個麻煩呢 其實朝鮮一兩年來 都是按照中共的一種模式在做 這是失敗了 現在是朝鮮有可能會迎來更大的失敗 更徹底的失敗的時候 就在這個點上 他不得不求助於國際社會 或者是求助於中共 這個時候實際是在給習近平出一個巨大的難題 所以他談不上高興 也談不上什麼光榮 因為這個世衛組織已經是在抨擊 中國的這種清零政策的 現在中國的問題是網友講的也比較好 他說如果把下雨的船利下放給賣散的 那麼天是不會晴的 那麼中共現在的問題也就是這樣 因為最大的利益集團在後面 就是在後面獲得利益 所以中共現在這種模式是被很多的東西綁架 一個是被他的政策性的 老大發令了 必須按照這條路線走 路線鬥爭 這個系中央必須勝利 這是第一個 第二 底下的利益集團就在這個事情很好 這個檢測或物資供應都在一些利益集團的手上 他們藉此默契利益 所以對中共是有好處的 但是這種東西在朝鮮 幾乎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現在朝鮮的問題已經變得很單純 而中共的問題呢 麻煩的問題呢 是一直說自己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 所以現在它也很難去幫助朝鮮 解決朝鮮的問題